那我們第二場演講的話 我們請到我們中原應用科學中心的郭智英郭博士 來為我們介紹這個政列式光榨光纖感測及時監測系統 那在這邊的話 因為傳統的監測儀器上 我們都會知道它在電力上或是距離 或是駕駛方面上比較受天候或是監測地點的影響 那現在的畫面也是光榨光纖的監測儀器的話 那它具有一些一號電量或是長距 或是耐傳點賣這些天候的模式的這些特性 那它在現地監測上有些什麼的優點或是有些什麼缺點 那我們這邊來歡迎郭智英郭博士來對我們帶來這個精彩的動作 好的 謝謝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稍微簡介一下這一套技術 我大概會從幾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為什麼我會接觸到這個計畫 然後這個計畫的原理是什麼 它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現在可能朝向哪些方向 大約來做一個計畫介紹 那因為這個小組看起來是比較 技術開發的這個單位 我想在這邊講這個題目也非常恰當 那這一個技術的主要作嚴點是 我們如何要實測到對於山崩土石流發生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因子 那各位前幾年這個過往十幾年的經驗 大家都知道我們常常發生這種所謂的大規模山崩 像圖左的這個照片是洪野村 洪野村的山崩 那再往前數的話就有莫拉克的颱風 小林村的這個山崩 這些深層的山崩都 在地面積都非常大 但是即便如此 它卻是由這種豪降雨所造成 所以這個豪降雨造成的地下水入勝 然後地下水因為地下水位的這個變動 而累積出來的這個口氣水壓 確實會導致這個觸發這個山崩 這個故事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詳 就是地下水壓的增加 口氣水壓的增加 導致有效應力降低 那有效應力降低 因為這個土壤的強度是依照這個 這個pressure來 或多或少陷進相依 那你這個有效應力降低 就導致它的有效減應力降低 最後支撐不住這個質量而產生山崩 那所以說孔氣水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觸發因素 比如說像小林村的這個山崩 它的那個最深的山崩的深度達60幾米 甚至更高 所以變成說如何量到這一系列很深層的這個水壓變成要研究這個山崩的力學性質非常重要的一個來源 那傳統的這個方法呢 就是你打一口深井 在這個井底下擺一顆水壓井 這是最傳統的做法 那當時我們就在想說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因為在所有的力學模式它會告訴你孔氣水壓可能隨著深度而分佈 有不同的分佈 那要是說你的地層的這個有比較複雜的地形的話 它可能有足水層 那這個足水層下邊的這個水壓的分佈跟上面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變成說你要如何量到這個深層的這個孔氣水壓分佈是一個蠻關鍵的一個問題 所以當時我在做這些計畫的時候就意識到這個現場的量測是很困難的 然後很有意思的就是當時這個交代同學系的黃安斌教授邀請我參加他的一個計畫就是相關於這個深層水壓的 那他有一個非常獨門的技術就是待會兒介紹的光纖光炸的這個感測技術 是當時恐怕是唯一或者是唯一唯二能夠量到這個井下分佈水壓的一個技術 所以藉由這樣子的一個官員 我們當時在宜蘭太平山林道開了一個新的研究區 那也是要做這個深層山崩的監測 所以當時就是有幾個中研院啊成大 應該是成大林慶文教授這個平工的很大的一個專頁的資源 然後這個中研院就是我們有一個不算大的這個我們日常可以花費的這個零用權 所以就通通把它投到這個計畫裡邊 那為什麼挑太平山林道或深層監測呢? 因為太平山林道是國家的森林遊樂區 所以它的林道附近沒有住家 然後底下是完全的這個荒郊野外 所以以學理的研究來看的話 它崩了就崩了 我們反而能夠能夠進入到這個完整的過程 那這一筆資料就可以當作很好的一個力學分析的依據 所以當時挑這個地方是有這樣的意涵 那這個是對比我最早跟黃教授接觸的時候 他們當時用的地是阿里山公路五彎仔那邊 那那個地方因為是重要的觀光道路 所以不到幾年的時間 所有的整治方法都整治下去了 變成說你再怎麼樣監測它都是一個很安全的區域 所以這是做了這樣的一個對比 那這個太平山林道的這個地方是在13公里的地方 是在這個坡面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坡面大約有800公尺長 那在底下這邊有一個現身的公塌 那這一邊在周圍去野外看看的話 他就可以看到那個地表的這個開列 就是有那個town的那個star的那個shade 那因為這個地方我們認定為有可能發生這個大崩塌的這個潛視區域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這個重要的機法是安置在這個轉角 稍微遠一點的地方 這是相對穩定的地方 好這個是我接觸到這個監測技術的這個背景 好那我現在幾乎就先把結論先講 那當時採用這一套光纖光炸這個孔氣水壓的建設 是著引了它的這個優點 因為它的這一套的這個物理原理 可以利用一條光纖串接幾個不同的這個水壓劑 那你要是一口深淨的話 這個水壓劑可以互放在不同的深度 所以你就可以量到不同的這個水壓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感測器的這個結構設計 相對來講是簡單的 各位可以看到這是一個不鏽鋼的這個殼 那光纖就從中間穿過 那重要的這個關鍵是水壓劑的設計 就是中間設計的一個駁膜 然後這個駁膜跟這個光纖把它交集在一起 那這個空式是一個標準的氣壓數 那底下這一個地方是可以跟外界有地下水的交換 所以你外邊地下水高的話就把這個駁膜往上推 那因為這個光纖跟這個駁膜是交集在一起的 所以連帶的會扯動那個光纖 當然這邊光纖的這一端也是一定的 所以變成說因為有水壓的這個平衡的這個因素在裡面 會造成這個駁膜的這個硬變 然後這個硬變就會拉扯這個光纖的這個長度 那如何感測呢 這個就要回到這個所謂的布拉扯光照的這個能力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是水壓設計 那當然壓力量測的時候會有一些溫度的相映 因為壓力溫度超過往都會放在一起的 即便是電子式的這個感測器 一般來講都要做溫度的很長 然後這三點講完之後 我大約就很快的講一下這個律定跟這個如何串結 光纖光炸如何是透過如何怎麼樣的原理去感受這個硬變呢 它的原理是這樣的 光纖光炸它是利用在光纖的這個本體上 實科利用doping的方式 實科出規則的這個光炸結構 那這個透過這個實科各位可以回顧這個大約是高中路 因為實科的關係 所以這個玻璃的這個反射系數就改變了 那透過這樣的周期結構就變成說 你背景是一個反射系數 到了這個格柵又是另外一個反射系數 然後周期的這個反射系數建構起來 它就有一個建設或者是破壞性的干涉 一個很自然的物理現象 那所以說你當你的入射光進來的時候 它就碰到這個結構的時候 它就會反射一個非常清晰的這個反射波回去 那這個反射波的波長會很精確的反應這個光炸的這個設計 比如說你這個設計的一個delta x 它會跟這個delta x做很清晰的一個線性反應 所以說當你回顧剛剛這個薄膜承動的這個光纖 所以在這個光纖上面就會產生硬變 那產生了硬變之後這個光炸的這個間隔就會改變 那間隔一改變 換熱波它反射出來的這個波長就會改變 那所謂的這個光纖光炸的這個解讀 這是專門讀取這個波長改變量的一套設備 那我們利用這個光炸解讀來讀取這個波長 那波長最後還是要換算成物理量 那物理量就跟這個感測器的這個設計而關 所以我們就透過濾滴吸出來 來達成物理量的這個計算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是一套這個監測系統的這個概念 想像這邊有一條光纖 那在這條光纖上面我們就可以串接幾個不同的這個光炸 那為什麼可以串接呢 這個串接的原理就是在調控這個光炸的這個規格 那比如說你串接第一個光炸是反射Lamb1的一個波長 第二個光炸反射Lamb2的波長 第三個、第四個都反射不同的波長 那你在裝置的時候你知道這個波長是對應到哪一個位置 那這個波長呢也不能一個挨著一個 因為你要容許它的應變量 所以我們通常會設定一個工作的區間 那這個工作的區間呢 是用來做為定值串接定值結算之用的 不過這個東西就已經宣傳到非常細節了 我們待會再稍微回覆一下 那當然一條光線就會有所謂的光源 這個光源進來 那這個光源我們講的是一般來講是比較穩平的這個光源 你這個頻率範圍要能夠涵蓋你所串接的這些波長的感測器 未來的話你這個光源要是沒辦法提供這些感測器的這個波長的話 你就沒辦法得到這個感測器的數據 那當然回來之後就有透過一系列的這個光路 去把這個波長的感測器做一個解析 那這個是你倘若說把這個反射的波長拿到這個光譜圍上分析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這個橫軸大約就仍然是我的光波的波長涵蓋上的一邊 那這個就是回傳的一個光波 回傳的一個光波 這個光波會非常的集中 就這樣子 好 那原理上這個光纖 這個壓力感測器通常是跟溫度相關 因為溫度跟硬電還是附近有關係 所以我們在比較完整的這個設計上 都會外裝一條溫度計 然後這個是壓力計 這是溫度計 那做律定的時候就是 壓力就是溫度計的這個波長的函數 它是相對於簡單的一個一個一個這個律定關係 那壓力的話 它就有兩個參數的這個函數來表示 就是壓力計本身所提取到的光波波長 以及溫度計所給定的這個溫度 那當然這些就是在律定 整套律定系統當中所需要律定出來的這個系數 那很感謝這個水保局去你的計畫 就是說這個律定的程序 還有這個即時的這個解冠程序 是在水保局的這個補助下所支援出來的 所完成的 那當然這個空氣水壓溫度相依 就可以有這樣子的一些數據的關係 在這邊各位可以看這個壓力的這個壓力的這個線性度還不錯 這個溫度的線性度也還不錯 那至於說這個中間的這個二次的這個推倒量 就稍微微散了一點 不過這個這個部分因為是屬於比較次要的這個行證 相對來講影響結果並不大 不過基本上這個律定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再稍微回復一下 我所謂的這個寬屏的光源 一般的這個工作範圍是所謂的紅外光 所謂的寬屏是什麼呢 寬屏一般選取的這個寬屏波長大概是1528奈寧到1568奈寧之間 所以在這個選擇下各位可以想它大概有40奈寧的這個分布範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波長的光譜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邊可能是1528奈寧 那在這裡邊呢 我們設計這個感測器通常保留6個奈寧的工作區間 那這邊有40個奈寧 所以6個奈寧這樣子一除之下 大約針對這個光源 我們可以安置大概8個感測器 是這樣子來計算的 那當然你要說感測器掐的又更緊的話 可以塞的更多 不過這個就是在比較邊緣就是邊緣曲橋的一個設計 那當然光纖光煞透過這個串接之後 它有另外一個Fairlow的示範補償的一個機制 就是說你光纖光炸有一部分是反射回來的 它是反射回來很清晰的這個光波的波長 那相對應的你倘若站在光炸的另外一端來看的話 就是那個波長的波被拿掉 所以通過它波長的就會變成一個很堅很堅的一個定 一個頻率的定 所以在比較完整的設計上面 我們會把回傳的這一關鍵拉回機房 就做一個補償或者是說做一個平均的這個校正 那一般的這個感測器大概可以創接六七個到十六七個這個channel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一下可以感受的這個數據 那現在幾乎這個就是結論 那這個光線光炸有什麼優點呢 我這幾年的經驗 其實最重要可以講大概就是這個 電磁上面是能力的 抗雷擊的 然後比較沒有短力的問題 像特別在最近這個我合作的這個公司跟團隊 他們接觸到台電 就是台電他們要監測電塔附近的那個土石員 他們的監測設備常常會有引起跟電磁干擾的問題 所以這個相對來講可能是一個比較可以採用的技術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的這個光纖存耗率低 所以它可以拉很長 那各位可以想像剛剛那個坡面拉到我們的機房大概八百公尺 我們的光纖布線要是只考慮這個材料的話 大概就是幾萬塊錢 那同樣的對比技術我們用了這個中央大學 所以它有電磁的量測 它當然拉了很多的線出來 但是它那條線就拉了二三十萬 而且他們的這個損耗還讓他們覺得這個減算 可能要做不少的這個求證 那我們就是很簡單的幾條光線都拉出來 所以另外就是說光線因為沒有走電 所以也可以用一般在石油或者是升級攀攀的時候 有那個天然氣爆炸溫度的車 你可以把這個感測端跟這個材料端可以做一個很遠的一個區隔 所以這一套技術目前我們界定它是一個屬於走mitch market 就是當你有非常特殊的環境的時候 適應採用的技術 那當然低功耗 今天因為電子技術的這個發展 我想透過每一個技術都可以宣傳它的功耗 但是這個缺點就是底下的這個三點 它的專業技術門很高 比如說你在光線不可能像電線一樣拿個斜口前的剪斷 所以你現場融接的時候要有一些特殊的技術 那我們因為學術研究的關係在施工上面 我們並沒有辦法引入這個專業施工團隊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確實有吃了點虧 比如說我們在讀取這個訊號上面 確實有發現那個接口訊號意境比較大 然後另外就是解讀儀成本很高 那它的這個解讀儀目前在現在的 還有各位可以看到的 每秒三個赫子的這個解讀儀 大概還要30萬到50萬的價值 解讀儀成本很高 那這是缺點 那當然因為這個還是一個屬於RAM-UP的一個技術 所以還是有一些零零清清都還是有些技術要克服 比如說為什麼我讀去年的這個計畫 就是因為去年之前 這個所有的光波長的讀取 解讀儀就是告訴你光波長的波長 然後之後呢 就是現場擺一台電腦 然後讀了一大堆數據之後 就是一堆這個碩士生 博士生在實驗室裡面 拉所有的表格拉好幾天 但各位可以知道 再加上我們在那個地方有五六個感測器 所以然後五六個感測器 有時候天幕狀況一出一改變 有時候揽線那樣碰一下 它可能就掉了一個訊號 那這個中間就產生對位的問題 那這些零零總有 就是現實上會發生的 那你人工解算的時候 你要一個一個把它挑出來 這個是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了解了這套設備之後 從前年初 去年初開始 就是說 前年中 就開始想辦法要解決 去年拿到水保的這個計畫 當然城市的這個 大概開發的範圍是涵蓋這個 那我們開發了一套自動的解算系統 那這套解算系統 因為是自己寫的 然後它可以移植到非常小的 這個機器上的執行 那因為是小機器 所以在設定上稍微要有一種 電腦操作的技巧 那像都是以文字文本檔的形式 比如說像這一段 描述感測器的這個機器的設備 孔系水壓的這個律定曲線 跟它的工作範圍 然後一條光纖上 帶有多少的感測器 然後這些感測器量的是壓力的通常 還是溫度的通常 透過這樣的設定 換句話說 我有描述解讀儀的區塊 我有描述感測器的區塊 以及我有描述現場如何安裝的這個 拓譜連結的區塊 透過這樣子的描述 我可以自動做解算 然後把我的物理量即時的輸出 所以這個是整個解算系統的概念 這個是我的硬體感測器 那在程式的這個技巧 資訊的技巧上面 我做了兩個獨立執行的執行區 一個是專門對感測器 拿撲藏資料 拿到撲藏資料之後 存到一個內部的資料庫 然後一旦有資料 另外一個執行區 就進行物理的計算 那做這樣的區塊 你要是說系統出了什麼問題的話 起碼這個獨立運行的這個獨取關 它不會受到影響 那當然這是比較深層的這個 這個運作的細節 那去年 今年吧 這個技術就一章就合作了 這裏面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另外一套系統的 這個即時的運作狀況 這一套系統我待會會提 是外海側風塔 量傾角 這個就是每秒3X的產量狀況 量出來的是角度 這個是即時產量的狀況 那目前在藍台太平山的地區 因為這套系統在運作 那採樣的頻率是每秒 每5秒鐘一筆資料 那這筆資料呢 我通通都把它存下來了 那因為這個程式是自己寫的 它的相對來講非常的小 所以我們可以安裝在非常小的這個工業電腦上面 這個電腦各位可以看到 它只有一支檔的這個大型 或者是說現在很流行自己做這個系統 例如像Wespberry Pi 自己做的這個系統也可以 那好 另外就是資料回來 我為什麼說我可以容量那麼大的資料呢 因為我建立了一個所謂的實續資料庫 這個實續資料庫 一樣是它旁邊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社會員做出來的 利用KaiosDB 這個底層KaiosDB 這個資料庫 它是也就是Facebook用的這個資料庫 它可以Scare up去KaiosDB 可以到PV機 那這個是它一個簡單的輸出的這個 這個圖像 那這套系統透過我明月介紹 目前也有一些無岸的 封電的這個營運商品的採用 那他們的採用經驗的速度是還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回顧 回到這個KaiosDB的這個案例 因為這個是學術 當時學術研究 所以我們有一次失敗的經驗 AB兩口級 我們曾經安裝過初期的這個光纖力監測系統 然後再因為有這些經驗 所以我們就想說能不能再來試一次 所以我們在前年開始 應該是去年 去年初又收集了一筆經費 一樣是林慶文教授的大力的資源 然後另外就是透過了行政院科技部的防災進化的資源 打了第三口的井 大概在AB井的中間 那在這個第三口井 我們從30到70米 每10米的間距 裝了這個光纖的感測井 那這個裝置的這個示意圖可以在這邊 看到30、40、50、60、70 那這個是新的去年初完成的這個集 那整個施工是7月 我記得是7月初7月8號所完成 然後這是30、40、50、60、70 很不幸的 70米那一個就是因為我們 沒有採用這個專業的這個街頭施工 所以70米那一口資料掉了 但是30、40、50、60 很明顯的很有意思的結果就出現了 在那邊因為已經執行了好幾年的計畫 所以它地下水的很部範圍 我們大約知道 大概就是在40米左右 所以在30米各位想像 它是一個未飽和層 所以未飽和層我們確實有量到負壓 但是它的品質就相對來講差 畢竟它是張立段 而且負壓的量測問題相當多 很可能量了好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那個水會進進出出 很可能孔氣之後就堵塞了 所以30米這個資料 以後可能也不太能夠信任 然後40米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有67.5K泡 那從30米到40米各位這個間距 各位可以想它應該有100K泡的增加 所以很安全的估計幾乎就是 它的水位就是在40米以上大概 大概6米到7米之間 然後40米到50米就增加了100K泡 這也是合理的 然後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50米到60米增加了不值100K泡 那這個東西也非常吻合我們 前一段時間的專程資料 大概在50米 中央大學的地墊調查 它是有一個監獄的原則 所以很合理的懷疑 就是那邊這10米之間 有一個透水性比較低的割水袋 那因為這個隔水袋 導致它更下沉的這個水 是來自於更高的泡面 所以導致它感覺起來 比上一端有更高的水壓 那你在這個深層風 它一旦你這個深度水壓 沒辦法依照淨水壓來做估算的時候 你的這個泡面穩定性的回復是有自由能力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 為什麼要做深度分布式量測的一個影子 一個導引的影子 那很不幸的這個光纖錦 在量到了這筆資料之後 就被人剪斷了 那光纖錦被剪斷了 所以一直到年初才用 又把它重新接續起來 那剪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 對 中央大學 我們後來在修的時候 發現中央大學的電子 他們的電腦很粗 因為它有200個電腦 也被人家用斜口剪 很惡意的剪了好幾刀 所以到底什麼原因 我們實在也搞不清楚 那去年底我們後來還是用了院裡邊的這個解錦塊 去重新突射一條 那這一條電纜我們採用這個專業的施工 所以相對來講不貴很多 那電纜光纜也用的特別好 它的那個保護力啊 張力保護力也特別好 可以相對來講不貴 那之後就開始採量 比較有意思的 在這一段時間因為是乾季 比較有意思的就是我們測量到了這個花蓮的這個地震 這個在這邊我擺的是50 50跟60米的這個深度的資料 各位可以看 因為它是在那個隔水層的兩側 所以兩側這個水壓的改變 剛好呈現一個反向的走向 那這個是花蓮的這個主政 那依循這個這個時序的這個改變的這個非常直覺的印象 我挑了隨便挑了幾個地方來看 這個是主政之後的一段很密集的規模大概是4左右的這個影政 都在花蓮附近 都在花蓮附近 那這個是另外一次 那這個是另外一次 然後再來這個是這個是宜蘭 然後之前也有過一些一些現象 那當然你去對比這個地震網可以找到很多的那個移震 可以一個一個對那我就沒有在這邊再細做 比如說像這些地方 我後來發現我這樣子一個很直觀的對比 還真的可以在那附近找到一些地震的訊號 那至於說這一段的話 地震沒有發生 但是我還沒有做雨量的對比 很可能這一段可能就跟雨量有關 那這邊所對應出來的這個水壓的變化 相對來講是蠻小的 大概就是幾公分的 好這也是花蓮附近 那接下來因為時間很快到了 我就把這個不同的推廣 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在執行這個計畫的同時 因為焦大他們也拿到一個計畫 就是做離岸側風塔的這個監測 設想很簡單 就是說光纖它可能耐受性比較高 所以想往海裡邊走 那離岸側風塔很重要的是集中的施工 所以想說這個東西放到集中做集中的監測 所以作為一個潛島計畫 就是裝了幾個傾斜儀到外海側風塔上 那側風塔是一個 因為有海風有海浪然後浮蝕的環境 我們可以把它安排在這個風吹雨淋的這個平台上面 那側風塔另外一個非常嚴苛的要求是說 它的電非常有限 所以每一套系統它只給我們10瓦的電 絕對不可能超過10瓦 所以當時在開發這個系統的時候 也配合他們的10層 硬是自己寫了一套程式 把PC給它拿掉 因為PC是非常耗電和不穩定的東西 所以把它移植到ARM BASE的那個嵌入區系統 所以才使得這套系統能夠裝上去 那透過了這一套系統 我相信已經遠遠超過當時這套計畫所要達成的目標 這套系統當時只想說採用才幾套數據回來就好了 但是現在我把它設定在300的採用頻率 所以從去年7月以來我沒有上塔過任何一次 源源不絕到今天都還是 數據每天都還會回報 上面的項鍵是有兩種設計 一個叫OL-bin 是這樣的結構 這邊是律釘曲線 另外一個叫Must-tune meter 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好 這是它的設計參數 設計參數 那這個是在塔上的安裝 我們總共安裝了8個 這個OL-bin都是對邊安裝 然後Must-tune meter 基本上都是對邊安裝 這是解讀移工號的解讀 那這個是安裝後的測試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運週期 運週期很可能就是受到氣溫的影響 很可能是氣溫的導致這個塔的變形 說不定這個也是很有意思的 那有意思的一樣是這個發電定證 看到這個數據之後才發現這個傾斜儀的設計 實際上有像加速鍋 那這個至於說它跟加速鍋差了多少 我們就是這一個月要進行一個小計畫 那如何把這個光纖光煞放到這個集裝上面呢 就是打裝好 這個更開的打裝 那就是後來有設計一個這樣子的 像易電圖一樣的東西 這可以貼在集裝上面 這個是很簡單的室內的這個窗型實驗 那因為前面這兩個計畫 算是已經可以告訴人家 長時間的這個即時的監測 所以在曾文水庫有一個防禦隧道的工程 去年應該是去年過的時候 業主應該是南水局 他們就說這個水的流量那麼大 他要做防震監測 那問題就是說這個管路是擺在水底下怎麼監測 那這個顧問公司是零民工程 就是他可能是第二包的吧 那零民工程也是守備了這個監測的系統之後 發現沒有沒有感測器 就說打包票 那他就說那就想說這個東西 那就來試試看 所以在去年大概是七八月的時候 在上面裝了六七的這個剛剛你講的MASQ 那等於我們希望今年去期 可能會有一些接觸 那這樣子這個累積交大的十幾年 然後去年的這個即時監測的這個系統 當然一方面這個有配合的廠商或產品開發 所以在光線光炸的這些感測器上面 現在有越來越多元這些東西 當然我必須還要承認 我們這兩天還是有發現一些工程問題要解決 那大概 不過就是說這個東西現在也越來越廣泛使用 特別像前程道有水的海底的工程 電塔的工程 我知道橋樑地震活證中心 他們一些橋樑監測也有止於利用這個光炸的這個技術 所以因為我剛剛已經很早把這個監測已經 結論已經先講了 這邊只是三個 我們先看看 那今天的報告就到這裡 好不好 OK